選擇下來這一組代表是眼影PK 妳要選擇的是開架還是專櫃呢 這一位貴氣B人 妳應該不會去開架 我還是有開架的東西 譬如 像是眼線異比 睫毛膏 有 有有有 對 好 所以妳的眼影是 講起來還沒有說服妳 有啦 我還是有 因為像我皮膚是非常的乾 我是極度乾燥肌 有比它乾嗎 可能沒有 真的贏我了 我是敏感肌又乾燥肌 所以我很多東西用的話我會過美 所以我不是說我不要用 是我真的會起義力力的 那今天我要介紹這個牌子 是我覺得用過我很喜歡的眼影 第一又很好上手 然後因為它粉質很細 然後它保濕度很高 所以用手指推開也很好 也可以 然後用刷具也可以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沾沾沾 就會覺得天然妳的眼睛好像有一種 在光下面有很像有 鑽石般的光芒 鑽石般喔 是 就講得很心虛 很心虛 鑽石般的光芒 我覺得 一盒多少錢 四色 四色兩千多 對 但是它裡面是有保養成分的 也有保養成分 它有保養成分 而且它持妝 它也會持妝12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很療癒 在你在上妝的過程中 還有帶那玫瑰箱 我就自己很喜歡 那我現在今天要示範的是大地色系 就是所有亞洲女生最喜歡的顏色 然後也是每天日常跟晚上都很適合 然後首先我就先把這個打在眼窩 就是上面這個 這個打在眼窩 中間色 對 中間色 然後把一些粉不要太多 那因為我的眼睛是屬於比較泡泡眼型的 所以我需要做一個眼窩出來 但是他們家的細緻度就是 剛剛好 剛剛好 就是可以讓我這個眼睛 兩邊就變得不大一樣 好快就變色 對 而且非常顯色 然後又很簡單 然後接著呢 我就把下面這一個比較深的 最深色 對 然後再甩一下 然後塗在這個 從這個眼尾這邊開始 往前 然後下面也加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日本 日本的品牌呢 它追求的就是精緻 對 你剛剛沒有講什麼品牌 對 這是肌膚之咬 對 那因為我的粉底液也是用他們家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 乾脆開棕 對 就一起 就是看得心情忙 就一起買 對 然後我就覺得它的那個疊加 就是非常的簡單 不會讓你覺得眼睛濁濁的 它就是有那個深邃的感覺 然後呢這邊 這邊的地方我就會加一點這個亮亮的 對 那個眼神就不一樣 就是一邊是比較 然後它的那個光澤的細緻度就很有 對 就是可以 我覺得可以不要再加 好 然後呢 對 然後沒關係 假如你覺得有點太多的話 對 你就拿一個刷子 然後把它們融合在一起 對 因為它的粉很細 所以它很容易可以疊 疊在一起 然後這樣就不會太多 然後呢 眼頭的地方 假如有一些 日本女生 很喜歡做一點小臥鏟的話 這邊也可以加一點點眼頭 然後加一點點下面 那個眼下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 臥鏟 對 小臥鏟 就可以做一點小臥鏟 對 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的妝感是有 但是又不會太多 就簡簡單單的 好了喔 眼睛就亮起來了 對啊 眼睛就亮起來了 因為我覺得 OK 就是不需要太多的顏色 來… 個人覺得 買眼影 一定要買開架的 為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眼影基本上 它的成分應該不會露 擦到太大 而且我覺得大家用眼影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顯色度 那先給大家介紹這一盤 還有顯色度 然後很好卸 對 有一些很顯色 但是你卸好像 它會黏在上面 對…會卡死的 對… 三天才會有 我今天介紹都不會 先跟大家講 這一盤我非常喜歡 是一個韓系品牌的 我那時候 我在開架的地方 我一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天啊 顏色太漂亮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顏色非常多 哇… 一盤有14色 很划算 14色 你真的有在用 我真的有在用 而且我覺得這盤好的是什麼 你知道這一盤 我記得那時候的價錢 差不多六七百塊 台幣 台幣… 而且你看它有這種 有亮粉的 然後也有霧面 就是沒有珠光的 而且金色很大 對… 有些人可能用眼影 怕是那種珠光太多的 很容易反光 對… 所以它有這種很基本的 這種淺色的是霧面的 沒有珠光的 然後更有珠光感的 然後還有更比較你知道 派體那種夜店 也可以使用的顏色 那我先給大家看的顯色度 因為我真的是嚇到 我就用我的手喔 我靠 隨便摸一個 這個顏色 我就這樣給它畫 然後給你看 我給它塗在手上 哇… 有沒有超級顯色 顯色到不行 然後還有一個我很喜歡 它這邊有一個顏色很喜歡 就是它這個亮的地方 它這個非常的細緻 亮片是很細緻的 我跟你講 完全媲美 專櫃品牌的細緻 你看我這隻手 完蛋了 剛好用到這一隻 你看我這隻手 有亮 很亮對不對 有沒有 而且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種光 你這個亮的程度 是下禮拜也在上海賽的那種亮 不會…馬上就會消失 那是因為我剛剛磨得非常大力 好…那我先來示範這一盤 因為這一盤真的是我的最愛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用這一盤 然後另外我還會搭配 這個也是韓系的 八個顏色 八個顏色的眼影 這也是眼影 然後你看它一樣 它也這種就很基本款的 然後又有這種很亮的 就是你可能要做一些你知道 重點的時候 你可以塗一點點 對 塗一點這個亮片 通常會用這個 比較粉嫩一點的顏色 然後要先打我整個眼窩 你看我打上去你看 我就輕輕一畫 顯色倒不行 不會太顯色了 沒有…不會…我就喜歡這樣 你喜歡這樣 太直接了吧 我就喜歡 不會…但因為其實我的眼睛 眉毛算是眉牙眼的眼型 所以其實我的眼睛重一點的話 其實還可以 然後會把它打在這下面 對 下眼睛我也給它塗一點 是不是對 顏色超… 超夠的 超顯的對不對 超顯色的 我跟你講很輕嗎 它下手很輕 沒有…我超輕的 你待會兒想想看 然後我還會再堆疊 這時候呢 我先上完這個顏色之後 我反而這時候才會加這個 亮粉 然後亮粉會給它… 很多耶 跌在這裡 眼頭的地方 你很想讓人家知道你有化妝 對 我這邊堆疊了以後 然後我跟妳講 這盤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亮粉 我還會把它打在這個顴骨這邊 我就會再塗一點 你這樣不是那裡更凸 對啊 不是不要打那嗎 你這邊更凹 你這樣不是客夫 蛤 你這樣不是客夫 蛤 沒有 但你看 我是漂亮的啊 今天是要打那個 老師說的內說腮紅 因為你有全部 反正我喜歡這裡 我喜歡這裡也打一點 然後這個打完之後呢 打完之後 我還會再上一個 喜歡客夫 這個… 好不聽老師的 可是 你們先看我畫完美 然後我會再上這個 顏色再深一點點的這個 對 不會太多了嗎 太多了 太多了 對 很重 對 我聖誕節用更重 還用蛤的 蛤 真的 對啊 你就看 它直接下手 而且它都沒有把一些粉 先刷掉 它直接上去 它直接塗 對 我直接塗 但你看 它那個兩個顏色 不行 對 浮在一起了 你那是 它用力紅腫還是 真的 你這樣過敏 哪有 可是你看 我跟你講那是因為 我上完這一層之後 我的鹽味 我還會上一個這個 燈咖啡 那個 沒有 我就不用把那顏色 上一個顏色擦掉再去 你看 你幹嘛 你怎麼怕 你現在就混了很多顏色 在上面了耶 我覺得不是眼影問題 是你個人問題耶 它全部的顏色變紅顏色 我跟你講 它真的很顯色 可是你拿到它不顯色 各位 我待會兒畫完 你們只要看美不美就好 不要管我的工具 穿個眼影跟開架眼影 這次要選誰 你心裡有答案了嗎 你認為呢 來 請選擇 一 二 三 全部都開架 比較便宜啦 還有音樂便宜 我覺得它那個 野外求生的化妝法 值得敬佩房 不得不 就是 我覺得那個化妝法 看個人 可是我覺得 因為就是女生真的 剛入手 在學化妝的時候 如果你那個粉底 眼影什麼都買很貴的 可是這種妝飾型的 你自己可以試出 適合自己的方式 然後自己用這個去慢慢學 就不是用那種很貴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剛入門的 用這兩盤 然後我覺得價格啦 然後那顏色搭配真的是 過年啦 拜拜啦 各種場合都可以 非常喜慶 沒有剉州的喔 艾文老師 好 沒問題 你來選施名示範 拍架啦 就是我很喜歡一點就是 我覺得它桌子可以做到 好小好小好小 很好心 因為現在包包都很小嘛 對 有時候我們去派對 有時候要補妝啊 什麼都會很方便這樣 可是很少補眼影欸 有時候眼影出油啊 可是越補越重 沒有 或者是出油之後 顏色就會變得 比較淺一點點 就可以補一下 因為眼盤有時候真的很難帶出門 比較大盤啊 像它這樣你看 有出這麼多 那隻好可愛喔 只有五公分乘五公分而已 對 底下還有 好想買的 它底下就是有腮紅 這才會買得到嗎 還有出很多顏色 像如果你喜歡比較淺 這蠻可愛的 然後底下就是腮紅 好方便喔 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對 然後像唇膏啊 也有出到像這樣子 好小喔 很小對不對 就是你甚至你要放口袋就可以了 這個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它這樣小小很可愛對不對 對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我覺得現在的 開架啊 出的顏色 真的就是 比妝的顏色還要來得多 老師這哪一家 什麼牌子 這個是 愛咪咪 對 愛咪咪 OK 顏色也是就是 就一樣很顯色啊 然後又小小的攜帶很方便 很方便 重點是我覺得又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 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我覺得色彩類的東西啊 因為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卸妝一定要卸得很乾淨 這是最重要的 好 然後呢 今年的年尾 要一直到明年的早春啊 流行什麼樣的顏色 該怎麼樣畫 好耶 那其實呢 大家沒有看到 2024年的Pantone色已經出來了 有喔 有對不對 有一個叫柔核桃的顏色 有 有對不對 可是今年呢 其實我覺得2023年呢 大家用的顏色 好像也很接近這樣子的顏色 對啊 像桃 韓妝啊 會流行像這樣的顏色 那像我現在說要拿的這一盤啊 這一個 滿美的 就是有點像這樣的顏色 柔核桃的顏色 有點像我們講的那一種 蜜桃奶昔的顏色 或者是說像這樣的顏色 這個粉紅色調像最近也有 哇 可愛 對 好 那我就會用這樣的顏色來做 好 首先第一步啊 我們在做眼妝的話 現在都很喜歡 眼妝跟你的腮紅很接近 所以我們會先用腮紅顏色來做整個輪廓的打底 像這樣子粉嫩的色調 先做打底 哇 好粉 很粉對不對 好 我們範圍呢 就在我們的眼睛的周圍跟眼下的地方 先做一個打底 它面積到底多大 我們就不用擔心 就全部 就全部就對了 就是很大氣的方式沒有關係 這顏色不用擔心說 對啊 那個顏色不用擔心 好可愛喔 跟以前我們的腮紅顏色其實不太一樣 對 現在的腮紅顏色原來都很流行換在眼下 所以顏色都做得比較有膨潤感 反而換你的 你的蘋果肌油往上拉提的感覺 那我很需要 很需要是不是 好 那我多放一點 年紀到了 好 放的位置就是眼睛的周圍 到你的眼下這個 C一個C 對 這個C都可以 那刷子的選擇 你就可以選擇不要太大隻的 中 小隻一點點 或者像火苗刷那種大小都可以 嗯 接下來我用的顏色就是像 用這一個 這個顏色 嗯哼 就開始用比較 蜜桃的顏色 蜜桃色 好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的打亮的 這樣兩個顏色調在一起 嗯 然後畫的範圍啊 我們看下面 我們就直接放在我們的眼窩上面 但因為你剛剛已經有打一個 呃 呃 塞紅的底嘛 嗯 所以你放上去的時候它就會有一個自然的漸層 嗯哼 它其實就會有一種呃 粉嫩的色調 可是也有桃色調的顏色 幫你做一個層次的漸層 嗯哼 哇 好成天喔 嗯 再一點點在眼尾 接下來呢 我就選擇這個 比較亮的顏色 這個 比較提亮的顏色 好 看一下 喔 好亮 然後把它 放上去之後 你可以用手 輕輕的把它推開都沒關係 嗯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也要 要給它一點臥蠶 現在有臥蠶就是當道嘛 對 對 一定要有臥蠶 一定要有臥蠶 好 你看臥蠶放上去之後啊 你會發現 有耶 好多來了 剛剛的眼妝好像 變得沒有那麼重 可是輪廓都變得比較深 有 輪廓整個跳出來 有 而且這臥蠶比好厲害 對啊 它蠶蠶蠶 那個臥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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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都不一樣 真的 好 然後呢一樣我們 就用我們的提亮的顏色 接下來我就會用這個顏色 比較偏白一點的打亮 對 在我們臥蠶的地方 然後這個臥蠶 我會建議可以往下 往後 臥蠶能夠多肥大就多肥 這是現在很流行的 多肥大就多肥大 看一下 癢了兩條 好像有爆癢 有 可是你看 這樣的臥蠶搭配這樣的腮紅 這樣臥蠶搭配這樣的腮紅 就很適合 對 很適合 很適合 好 這個就是我今天帶給大家的眼妝 姐妹們學起來了嗎 請記老師的步驟 就能把開架彩妝發揮得淋漓盡致 2024最潮的眼妝也能輕鬆悠遊 好